好 小朋友 Let's review festival Dragon Bow Festival 我們來複習一下端午節 啊 現在就是端午節連假 老師呢 還在努力的幫你們 錄製這個教學影片 OK 好 來 Dragon Bow Festival 有這四個單字 還記得嗎 來 What is this? 就是跟國語的音一樣喔 粽子 那加個ㄡ一顆對不對 粽子 哇 粽子 NG 粽子 這樣子唸好奇怪 就是國語的粽子 ok and this one What is this? a sachet 也是可數的 a sachet ch shay 這個字也是超級難念 因為它香包香料 我印象中它就是跟那個什麼 法語有關係啊 所以 sh是念sh ok 不是念sh a sachet 啊 那個t喔 沒有發音 ok next one 一個活動喔 這是一個活動喔 兩個字 粒蛋對不對 粒蛋 可是英語是蛋先說 egg standing stand 就是站起來嘛 那加上一個ing 好 站起來的那個動詞 那加上ing 它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活動 活動的動名詞來看了 stand stand 的 因 頂 把它當作一個名詞來看囉 egg standing 粒蛋 蛋粒 ok extending ok next one 這個字 這也是一個活動嘛 三個字 三個字 組成的 剛剛這個extending兩個字 那這個三個字 龍舟競賽 欸這個跟國語一樣喔 dragon dragon就是龍對不對 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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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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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記三個句子 要記三個句子 然後我們的Priorities Book 就是練習部也寫過啦 但是你們的練習部只有寫兩句 沒關係 那第三句是老師額外加的 那個第三句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人當然就要說 Happy Dragon Ball Festival 段午節快樂嘛 我們來看喔 等一下也是一樣 線上小考我會考這個句子 來 第一句 We can eat Jones 喔 沒問題 第一句最簡單 粽子 我們 這個吃粽子的 這個傳統習俗 你們都知道這個 原有嘛 那個屈原投入蜜羅漿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的人就是 在那個漿裡面呢 丟入那個粽子 讓魚下去吃粽子 不要去吃屈原的屍體 因為屈原是一個 他是有點 他是一個忠誠啦 但是他好像被 被人家誣害了 所以就 頭蜜羅漿自殺 但是他是個好人 那大家為了紀念他 所以會有 所以就是 大家都來吃粽子 紀念他 第二句 OK Let's watch the dragon boat race Let's Let us 的縮寫 讓我們 OK Watch 小朋友注意喔 用Watch 跟那個Watch TV 的用法一樣 Watch Watch 就是像是 看電視 Watch TV啊 或者是賞花 賞鳥啦 Watch the flowers Watch the birds 都是用Watch OK 那你看 老師把 The Dragon Boat Race 這三個字 你看我把它畫 畫那個綠線 畫起來 就是說三個字一起寄啊 龍舟競賽 剛剛單字有複習 OK 好來 第三句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小朋友請問為什麼我的DBF要大寫 啊 我講過了對不對 那個節慶都是專有名詞 然後第一個字母都要大寫 好 Dragon Boat 跟這個一樣 沒問題 Festival 這個字呢 這個從三年級講到現在 可是好像 因為我們每次一冊只有交一個節慶 那大家對這個字就會 比較少看到 然後都是比較背不起來 Festival 節慶 F F Fest V V V 舌頭上揚 V OK Festival 分三段寄 好 這個字一直要到 我們六年級還會再遇到 好 因為都還會遇 就是還會是會教節慶啊 小朋友把它寄起來哦 等一下獻上小考